自从这个世界资讯科技变成一个主要的沟通模体的时候, 整个我们的沟通方法都改变了, 而在沟通的过程里面, 网上其实引入很多的创意和很多新的思维, 所以它有一个独特的空间和独特的一个表现的模式, 现在政府在想网上恶搞的修例, 其实我很担心是扼杀了那个自由的, 譬如在网上我看到一个图片, 这个设计也挺有趣的, 它也有一种讯息提出来, 好了,于是说它是侵权或者影响人的… 于是收紧这个情况, 它是扼杀了在网上的沟通模式, 那种的自由度和那种的创意, 因为在当中里面, 无论是青年人甚至成年人, 老年人都在网上做很多创意的思维, 这些东西你将创意和去侵权的东西混合来看, 我就觉得很担心, 就是将这个本来空间非常广阔的网上世界, 变成一个死故故, 变成大家都不容易有创意和灵活的一种媒体, 其实是压杀了香港或者整个世界的发展。